你这是要逃婚吗 走着逃婚吗 原来你真不会飞啊 这不是我爱吗 虽说你家大爷在天宫任职 但我家主子配你家三郎 绰绰有余 我们龙婷是戴罪之身 怕是难成此情 姐姐 不只得与下人置气 黄柳两家联姻 如此三郎与徒弟夜夜缠绵的谣言 也就不攻自破了 不然到时候上面知道了 前途受阻 我这做姐姐的也做不了主 但我与三弟相商 若他愿意 我们柳家必备好聘礼 登门求亲 那就好 不然柳家大爷的仕途 也会受影响的 放辞 龙婷 跟我出来一下 那个臭蛇就要成亲了 那我算什么 一个玩物 你这个人还真是铁石心肠 我都要成亲了 你不说点什么 恭喜啊 你要干什么 回家 回家 这不就是你家吗 什么啊 这么骚 你知道黄家为什么姓黄吗 凭你也敢拦我 哪敢哪敢 我是来告诉柳公子 保护好这位小姐 你家主教对她出手了 我们黄家多少 有些识人的能力 你的身份不简单 而这位小姐的来路 更是看不清 她的身份 要比你够杂得多 在为明朗前 不要让她受到伤害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啊 到时候还要劳烦柳公子 这条路可以迅速走出长白山 使用异族力量 不会被察觉到 你不是都要结婚了吗 咱们俩成亲之前 也要先离开这里 咱俩 逃婚 怎么能走之逃 你听我解释 不用解释 你只是我徒弟而已 是我与远房表哥 很久没联系了 读 圣辰将近 望清闪光 明日造访 还亮唐吐 我会跟他说明白的 我不去的 去 为什么不去 你不仅要去 还有穿的 漂漂亮亮的去 我穿成这样不好吧 好看 舅舅 球等了 没事 我也刚到 穿的这么漂亮 果然是想我了呀 来 上车 咱边走边聊 来 你不知道 这么多年不见 我有多想你 我知道你是哥哥 哥哥 咱俩从小定了情 你今天穿成这样 不就是想高营吗 来吧 你本来就是我的呀 好啊 你不就是想想想 我有的事情 我怎么拿钱砸死你 高兴了 慢意了 把油门踩到底 用最快的速度 给本少爷助兴 谁让你停的 开着车解决的 比较麻烦 你有婚约了 那是以前家里订的 不做数 没关系 我就喜欢抢的 王少请你来 你还带了一个人 这多难看呀 当自己村里呢 没教养 还在这儿 相濡以沫起来了 咱们给他们点面子 别着急走啊 这城里的几家生意 可都是我们这几家造的 可不难跌份儿啊 这顿饭我请 想吃什么都行 吃到什么时候都行 吃完门口排队 磕头 谢谢刘云我这顿饭 快 你们要面子 可柳爷我有脾气 是虎给我握着 是狗给我拴住了 这顿饭 柳爷请啊 贼箭糟 捉尖成双 再晚啊 就没证据了 没想到你男朋友那么帅 居然这么渣 你看 吃他 刘龙婷 你在干什么 你在图书馆一整晚 又不能在大庭广中吹香 你怕不是有什么大病吧 整天满脑子就是这些事 这里也是大庭广众 这里可以 怕我看不清你是谁 打扰你什么 他 你 他不是你 你就没闻到你同学身上的味儿了 山山 难道又是黄家 说吧 黄小姐是不会饶过他的 说的不是这样 你家主子为什么要害你 你一个别以为他爱你 长冲的血都是凉物 你太傻了白鸡 这什么话就跟 你别这样 我害怕 你只不过是个丁裂的长冲罢了 竟还拒绝用这身皮囊为我采集灵气 怎么 嫌糟 别以为有身好看的皮囊就能配得上我了 你不过是个玩物 而且还没有温度 三日之内若还采集不到灵气 我便让你柳家全部灰飞烟灭 放心 放心 你把灵珠交给个小妖头 我看她不仅怀着灵珠还要怀礼你的舌摊 尽快把她取出来 这丫头没用了 你也就不用留在这儿了 到那时你在我身边想要什么呢 好 你醒了 是不是昨天太累了 听你说了一夜的梦话 是我一直在听你说梦话 我以为你虽然冷血 但也是有心的 可是你一直在骗我 那个女人是谁 你到底要做什么 为什么要把我的灵珠给她 你在说什么傻话 就是为了满足你的战友欲和施宝欲 我真的是太傻了 我还以为你对我是有感情的 你又做梦了 先喝口水 六三郎欺负你了 那个禽兽王八蛋 我还当他是什么好人 蛇族可不就是禽兽吗 到底怎么回事 他要把我怀的灵珠给别的女人 唉 你弄清楚了吗 会不会是听错了 或者理解错了 我亲眼所见 听得明明白白 那个女人跟我长着一样的理 我就是个替叛兵 听三娘一句劝 先跟她分开 等你们都想明白了 再把话好好摊开说 正好 明天羽族王子要来 你帮我接一下他 你让我帮你接一组 打飞要饭的呢 怎么 吓到了 没想到羽族王子居然是只鸡 快放小爷出去 小爷不可是羽族王子 可你是只鸡啊 鸡就应该呆在笼子里 需给小爷那点精细的吃 你还爱吃软饭 小爷叫凤齐天 凤凰的凤 齐天大圣的齐天 凤齐天 没听说过 这世上根本没有凤凰 也没有齐天大圣 要不是你曾经跟我有羁绊 我才不会去找你这个粗笔志 我要回去了 你就在这儿待着吧 我要去把那个渣男从我家赶走 还剩点牛肉干 你要吗 还知道回家 这里是我家 你给我滚 麻料滚 这一夜 你都去哪儿了 身上 怎么有其他粮物的味道 得需要一夜 才能让你 尽满我的味道 自己的星儿 自己不嫌弃是吗 别人嫌弃就好了 我今天可是认识了一个羽族王子 叫凤齐天 听着就是只凤凰 这一条小舌不还轻而易举啊 而且 他说和我有缘分 我俩还同吃一包牛肉干呢 黏人得很 这世上哪有什么凤凰 怕不是见了只公鸡 就幻想成凤凰 别听到黄婢子说了一次 就想着什么 你只不过是个工具 工具 不是那个工具 你这个情况非常特殊 打他药风险很大 你要考虑清楚啊 干什么你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的确可笑 你肚子里的可是灵珠 还妄想吃药打掉 愚蠢之急 就算是死 我也要打掉灵珠 如果你敢把他打掉 我就杀了你们全家 和所有你认识的人 是你 光天花耳之下作 不怕小爷的夜火烧了你 怎么样 小爷我厉害吧 哭什么 不是都没事了吗 这一次 我一定要把你守护好 是他 那个人 那个人 我